动性心率有什么危害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黄鸿涛 显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动性心率呢 如果你在一个正常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心跳就是60到100次 那是没有危害的 那还有一种呢 它过快了 我们叫动性心动过速 比如说心跳突然快到了100次以上 110 120甚至130 那就可能有明显的心计了 那这种动性心动过速我们也要分情况 如果你这个时候突然情绪紧张了 或者突然活动了 那产生的动性心动过速是正常状况 只要去除了这种原因 它自然就恢复了 还有些人呢 他是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还有呢 比方说长时间的缺乏运动 自主神经的自己这套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不好 特别容易让心跳快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有氧运动 长时间的有氧运动 这样呢 就会让心跳 动性心动过速呢 逐步缓慢下来 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就能配合一些药物来 帮助调节这种神经功能 那还有一种呢 叫动性心动过缓 那它的发生呢 是在正常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睡眠以后 那是没有问题的 睡眠的情况下 人的心跳自然会减慢 减慢到50次 甚至有些人能到40多次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在活动的状况下 也有这么慢的心跳 那就可能会发生这个脑供血不足啊 等等情况 那如果在一天白天活动的时候 出现这种缓慢的心跳 又出现了头晕 甚至眼前发黑 那我们就需要指导处理了 那就说明这个正常的心跳 已经不足以维持你的正常日常活动了 我们可能需要起泊器 或者药物来进行治疗 这边就需要엔走 会发生什么 突然之后 请不吝点赞